大家好 我是泰哥小缸 你喜欢吃螃蟹吗? 如果你喜欢吃也关注螃蟹的话 前阵子可能有注意到一个新闻 那就是数十亿只血蟹消失之谜已经解开了 简短说一下这件事的由来 阿拉斯加的白令海 原本是血蟹 也就是松叶蟹的主要供应来源之一 在那里每年都有血蟹捞剂 供应全球大量的血蟹 然而在2022年 该周却有史以来第一次取消了血蟹剂 原因竟然是因为白令海中原本数量惊人 数亿只的血蟹突然消失了 当然不是完全一只都没有 但是消失的幅度达到90% 肯定发生了什么大事 想当然这个消息 证经了当时的螃蟹市场 学者们也纷纷出动 在科学家的了解下发现 这其实是海水温度上升热的货 血蟹是生活在寒冷水域的物种 适合的温度是低于摄氏2度的冷水环境 温暖的水虽然不会马上杀死他们 但会使血蟹的新陈代谢加快 需要吃更多的食物 如果没有找到足够的东西吃 下场就是自相残杀 最后大规模的饿死 更不用说温暖的水温 还会为他们带来原本不存在的各种天敌 例如太平洋雪鱼 再加上人类的捕捞 这些都是好吃的血蟹 消失的原因 看过这个新闻的人 想必都觉得螃蟹很可怜啊 因为气候变迁和海水暖化等人类导致的因素 各种被迫害 但是今天要说的故事 或许会翻转此时你对螃蟹的印象 因为正是由于海水暖化 气候变迁等原因 蟹足正在大举入侵人类的世界 在看人类世界怎么被螃蟹熔岭前 请先让我介绍一部经典的会员影片 这次影片的主题跟油有关 现代比较常见的食用油 有猪油、牛油 不过你有听说过鸟油吗? 事实上在过去有一个地区的少数民族 就以捕捉一种独特的鸟类 也是世界上含油量最高的鸟 萃取它们身上的油来使用 这种做法现今已经几乎没人使用了 不过这种独特的油鸟却依然存在 而且它们不只生活环境和一般的鸟类不同 还是世界上唯恶能使用类似蝙蝠技能的鸟类 更可怕的是据说在黑暗中如果被这种鸟包围 它们恐怖的能力能让你瞬间失去听力 这样恐怖的鸟类 过去的原住民是如何捕捉并降服它们的呢? 想知道的话快点点选右上角的会员影片吧 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 与那些餐桌上常见的巨型螃蟹相比 第一个威胁人类的螃蟹体型十分的娇小 最大也才十公分左右 外形上除了外壳上缘能辨识身份的十根刺以外 颜色也很多变 可以是红色绿色黄褐色 看起来不是特别鲜艳哦 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点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螃蟹 却让人类吃足了苦头 尤其是加拿大人和美国人 它就是欧洲绿蟹 欧洲绿蟹正如其名是原产于欧洲的螃蟹 在那里它是分布最普遍的螃蟹之一 和周章的生物形成稳定的生态系 然而在1817年 这种螃蟹却随着货船出现在北美东岸 由于远洋的大型货船 需要透过装载和排放压舱水 保持船体平衡维持船舶的稳定性 而欧洲绿蟹很有可能就是随着压舱水进入船体 并被带往了美国水域排放 进而展开了入侵 随着时间过去 它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在美国西岸 加拿大、亚洲、非洲、澳洲等地 现在几乎是除了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 都有它们的身影 并对这些地区造成巨大的损失 甚至还让加拿大人气到称这种生物为 事业上最不受欢迎的物种 那么它到底做了什么事呢? 欧洲绿蟹虽然体型娇小 但战斗力与破坏力实在是太惊人了 攻击性极强的它 甚至可以咬死个头比它大两倍的螃蟹 速度也比大多数当地的螃蟹更快 被入侵地区的螃蟹 几乎都是被这个新来的流氓 限制了发展 甚至直接被踢出家门 例如珍宝蟹就是这样的例子 在实性方面呢 它们是蛤蜊和善贝的高效补食者 大肆的吞食各种有经济价值的贝类和软体动物 而且不知道它们是不是特别爱和人类作对 人类市场上挺有价值的帝王蟹 蟹和鲑鱼的幼体都是它们的食物 甚至是许多人爱吃的波士顿龙虾 也被这个生物无限干扰 不只是食物被数量惊人的绿蟹吃得精光 农民用来捕捉波士顿龙虾的陷阱 也时常被这个生物充满 对鱼业 特别是鲑鱼 螃蟹 和海水养殖业的损害超过数十亿元 不只如此 欧洲绿蟹还会将鱼虾用来躲避捕食者的满草 连根拔起 让这些生物无法生存 并会到处挖洞 破坏咸水湿地 引发水土流失 在农民与养殖业者眼中 欧洲绿蟹就像是水中的蝗虫 所到之处可谓寸草不生 在生物学家眼中 它大幅破坏了当地的生态 也降低了物种的多样性 说多讨厌就多讨厌 一些人可能会想 让血蟹消失的高温海水 或许能处理这凡人的生物 然而偏偏 绿蟹是爱高温的螃蟹 它能在摄氏30度的温度下生存 而且在科学家的研究下发现 现在常见的绿蟹 很可能是由两种不同基因谱系的绿蟹 杂交而成的 其中一个谱系 起源于北欧的种群 具有强大的抗寒能力 这使得现在这批绿蟹 不只能在高温的环境下活动 也能在零度左右的寒冷海水生存 同时还能够耐受4-52PPT的炎度 还可以在离开水的情况下 生存5天或更长的时间 适应力相当相当惊人 不只如此 连让血蟹无法撑过的食物缺乏因素 很有可能也动不了这一批绿色流氓 原因是因为学者发现 绿蟹还有一个其他胖蟹 没有的超能力 用塞进食 一般来说 甲壳动物的塞 功能就是从水中获得氧气 但绿蟹的酒对塞 除了吸收氧气以外 还具有吸收各种营养 像是盐 氨基酸等物质的能力 这种摄食方式 在胰背和牡蛎 等其他无脊椎动物当中很常见 但却是首次在节肢动物中发现 这样的超能力 很有可能能协助欧洲绿蟹 度过其他螃蟹无法挺过的 食物短缺时期 夸张的温度适应力 与如此的超能力 配合上每年排出 多达18万5千个软的繁殖能力 让这个生物无法阻挡的在各地爆发性的增长 当然说到无法阻挡 很多人可能会想 没有什么东西是人类的嘴阻挡不了的 什么小龙虾 什么螃蟹的 吃一个字就解决了 的确 欧洲绿蟹是没有毒的螃蟹 确实可以用吃来解决 然而遗憾的是 在和被绿蟹入侵的地区 例如美国和加拿大的餐桌上 常出现的螃蟹相比 欧洲绿蟹真的太小只肉 剥壳剥了老半天 肉也才那一点 这对喜欢大口吃肉的美国人来说 实在是很不过瘾 所以虽然确实美国加拿大地区的商人 研发出许多欧洲绿蟹的料理 但用吃来解决绿蟹入侵的问题 成效一直不是很好 当然商人们也找到了一些解决方法 例如能够一口吞的软壳蟹料理 在当地就挺受欢迎的 所以商人们会在初夏也就是螃蟹脱壳的高峰期 尽可能的捕捉大量的绿蟹 从中筛选出即将脱壳的雄性螃蟹饲养 这对抵抗绿蟹的入侵来说 似乎是最好的做法 然而事情却没有像想象中一般的发展 甚至造成了反效果 原来之前在旧金山北部的一处戏湖里 存在约10万只的欧洲绿蟹 接到捕捞任务的业者 在短时间内将细壳绝大多数的成年个体打捞上岸 他们相信这能够有效的控制壳中螃蟹的数量 然而没想到的是 在打捞过后约一年 细壳中的螃蟹数量竟然从10万只 突然暴增到30万只 一时之间把业者和学者们都弄糊涂了 怎么还会有越捞越多的道理呢 后来花了好一段时间寻找真相才发现 原来欧洲绿蟹的幼体在细壶里 有不小的比例会被成年的个体给吞噬 因此当业者将细壶里90%的成年个体都打捞上岸后 不只湖中螃蟹幼体可食用的资源增加 他们的天敌也瞬间消失 让整体的繁殖数量在短时间内 不受控制的暴增到30万只 这个情形在没有大量捕捞绿蟹的地区 从来没有发生 证实用大量捕捞这个做法 要抑制整体绿蟹的数量是有难度的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许多学者认为 一旦欧洲绿蟹在一处的数量达到一定的规模 要完全移除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这些地区的做法并不是完全移除 而是用各种方式控制数量 例如引进绿蟹的天敌 将绿蟹的族群数量控制在较低的规模 使损失降到最低 这也反映出欧洲绿蟹的族群生命力是多么的惊人 美国和加拿大人都拿它没辙 有点讽刺的是 被欧洲绿蟹大举入侵的美国 就像是赌气并用螃蟹做出反击似的 也派出了一种螃蟹 以同样的方式无情的入侵了欧洲 这个仿佛带着美国人被绿蟹入侵后的愤怒 反攻欧洲的生物就是美国蓝蟹 原产于美国东岸的它数量极其丰富 在多数的年份里 它的产量甚至超过美国任何其他的螃蟹 也是美国人相当爱吃的螃蟹之一 常常出现在餐桌上 然而就在1896年 这个生物也以同样的方式 也就是随着货船的压舱水 第一次出现在法国的大西洋沿岸 之后便开始入侵 法国、西班牙、阿尔巴尼亚、意大利等国 而就像欧洲绿蟹重创美国一样 美国蓝蟹也以相似的手法为欧洲人上了一课 大小约22到23公分的蓝蟹 比绿蟹更为巨大 攻击力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它们用锋利的大鳌 刺穿了当地蛤蜊、蛋菜、牡蜊等贝类的外科 毫无忌惮的将这些生物吞入口中 以意大利来说 这些生物尤其是蛤蜊 是它们极其重要的经济贝类 相信各位都吃过蛤蜊意大利面 但在蓝蟹入侵欧洲后呢 意大利有超过50%的贝类 收获遭到损害 不止如此 蓝蟹也猛烈的捕食了鲦鱼和鰻鱼 这些支撑当地经济数个世纪的鱼类 常常能看到被斩首的鰻鱼被撕裂成碎片 甚至许多渔民用来捕鱼的鱼网也被剪破 一条鱼都捕不到 不止如此 让血蟹消失的海水温度上升因素 不止没有一只蓝蟹的数量 反而让它们爆炸性的生长 原来蓝蟹也是专门适应高水温的物种 在摄氏26度到33度的水温下 蓝蟹反而能更快速的生长 每15到20天就会脱皮一次 再加上地中海沿岸有很多的湿地 是咸淡水的交界处 肥沃的土壤加上海水暖化等因素 让雌性的蓝蟹每年产染约50万颗 有些估计甚至高达200万颗 然而遗憾的是 这些在美国被视为美味的螃蟹 欧洲人并没有吃它的习惯 即使现在欧洲各国都在积极的开发蓝蟹料理 但成效还是有限 在美国蓝蟹售价约每公斤90美元 但在欧洲一些地区 却只能以最低每公斤2欧元的价格出售 可想而知 这样的消耗速度完全无法阻挡蓝蟹的入侵 也让欧洲各国政府相当的头大 不过老实说 其实蓝蟹和绿蟹这些入侵物种 并不是完全没有弱点的 事实上虽然在低温的时候 它们能够生存 但是它们还是必须透过钻入泥沙中 来减缓体温的下降 而且根据研究 只要水温降到摄氏10度以下 就能减缓这些生物的繁殖生长 如果水温长时间低于摄氏7度 蓝蟹就不会将其视为固定居住地 然而现在在欧洲 它们一年到头 几乎都能找到理想的生存温度 海水暖化以及气候变迁 反而变成了这些螃蟹 无法被阻止的原因 更可怕的是 过去螃蟹这个族群 虽然世界各地通行无阻 但还是有一个大陆它们无法征服 那就是南极洲 但现在却有一个蟹中巨人 大举进攻这个螃蟹禁地 南极 这个地球上最冷的大陆 过去由于极低的温度 使蟹族根本无法靠近附近的海域 无法靠近的原因 是因为它们一个生来就有的弱点 原来在水温低到某个特定温度时 蟹烈的血液会变得无法有效率的排出美 导致身体呈现麻痹的状态 所以在非常寒冷的水中呢 螃蟹基本上会陷入永恒的睡眠 这个仿佛是造物主在创造它们时 在体内设计的生理障碍 让蟹族一直无法靠近寒冷大陆 南极洲长达数千万年之久 然而就在近期 学者在南极的冰城下 发现了惊人的画面 数量惊人 可能超过数百万只的蟹中巨人 帝王蟹 正在大举的入侵南极的大陆棚 这个在过去从没有发生的画面 现在正是因为气候变迁 和海水温度上升 而出现在人类眼前 这样的变化对南极有什么影响呢? 影响可能比你想象中的大上不少 原因是因为 南极大陆棚的生物群落是相当独特的 由于长时间的低温环境 就是他们最好的保护罩 所以在这里的生物 经过千万年孤立演化 很多都没有发展出像样的防御机制 像是在这里的贝类 只有薄薄的壳 一堆绿石性的生物 就这样大拉拉的在海底 缓慢移动 晒出自己柔软的身体 在过去 这样做似乎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极低的水温 屏蔽了外界大多数的天敌 然而现在 这个食量惊人的帝王蟹大军 一旦进入这个充满生物的南极大陆棚里 那个画面就仿佛是晋级的巨人里的巨人 突破围墙 在墙内大快躲一般 吃得毫不过瘾 根据调查 这个帝王蟹大军在南极的首到之处 已经吞噬了大约75%的海底生物 完全就是一群沙场老将 跑到新手村虐菜的概念 而且要知道 这个问题绝对不是吃就能解决的 有看过捕捉帝王蟹影片的人就知道 现在的技术只能透过右补 也就是陷阱的方式捕捉帝王蟹 效率不只有限 而且过程还相当危险 几乎每个月 甚至每周 都有人因此丧命 如果在配合上极低的气候 那这一切只会更加的困难 所以要靠人为的方式 解决掉南极的帝王蟹大军 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见气候变迁 与海水的温度上升 不只是造成了血蟹的消失 也成为了泄逐大举入侵世界 甚至是毁灭地球上 最后一个原始的海洋生态系统的开端 是不是比你想的还要严重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欢的请给我个订阅 同时也绝对不要忘记观看 这一期经典的会员影片 活在气费世界中的鸟中游王 我们下次见 提醒各位 现在影片留言区已经开启了 欢迎各位的留言 不过由于留言比较多 小刚会优先回复付费会员 以及购买超级感谢超级贴图的人 当然你们大家的留言以及指教 我会尽可能全部看过的 请各位踊跃讨论吧